快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嘉賢 來自馬來西亞 哈囉 各位匹克幫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Linda 廖宇晴又見面了 自從上次Linda來我們這邊宣傳 I.O.I那個專輯啊 回響非常的熱烈 你也會嗎 你也會嗎 我會當抽 我會當抽出這一招 上次我們回響非常熱烈 然後沒想到過沒多久我們又見面了 因為這一次呢我們在宣傳 我們新的微電影對不對 叫做你好 謝謝 我們要趕快跟網友來討論一下這個劇情 這劇情嗎 對啊 那當中我就是飾演一個攝影師嘛 那我每天早上都會去樓下的餐廳吃早餐 那Linda就是當中的那個老闆娘 可是我患了有一種病喔 叫做 間歇性失憶症 那我沒有辦法每天都記住Linda的樣子 可是我卻愛上她 所以我只能夠靠著自己的技巧 每天拍照把它拍下來 每天她幫我準備的餐點 我都把它拍下來 然後當作是一個記憶 記住她這樣子 強迫性的那個記憶 強迫性的記憶 那Linda呢 要不要挑戰一下這個角色 其實女生因為我 我其實就是咖啡廳老闆娘 然後她就是對我來說是個客人 剛開始對她就是 就是以客為兵嘛 然後後來就覺得這男生怎麼那麼奇怪 每次都不先品嘗我做的 這麼精心幫她挑選的每日特餐 就一直拍照 然後呢我就開始對她好奇 你知道女生一開始對一個對象開始好奇 就完了 就完了 然後她就開始觀察她 然後她知道她每天差不多這個時候來 然後我就為了她煮一些很特別的料理 早餐餐點之類的嘛 對 然後我默默的愛上她 她也慢慢的愛上我 可是她竟然不記得 你看多氣人 那感覺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齁 是不是一個有點點稍微哀傷了一個故事嗎 有一點 這樣聽起來 對 因為就是 當你不能夠記住你自己心愛的人的時刻 我覺得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裡面有很多自殘的畫面喔 對 一定要守住匹克方的匹TV 好 我們先深掃一下 因為現在今天是今天第一次剛來嘛 那其實我們旁邊呢 現在我們現在在live 那我們在右手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聊天室會 很多的網友們會在那邊寫很多東西 那待會兒呢 我網友有什麼問題呢 有關於一支部電影啦 或是有關於要問謝家健 或是琳達的這部分 我們就趕快把它寫在這上面好不好 謝謝 請大家一定要發問問題好不好 好 那我們回到了這個 兩個人 也是首次合作對不對 就是琳達跟謝家健這個部分 也是首次第一次合作 是的 那因為琳達之前有拍過《等待飛魚》這部電影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次又跟影帝在馬來西亞是雙影帝嘛 雙量影帝 對 合作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就 你知道我很喜歡被挑戰 嗯 然後我都覺得很多時候就是對戲份有一定的掌握了 但是影帝就讓我覺得深不可測 因為 就跟他對戲喔 跟導演講都Ray過了 但是真的 五四三個真的來的時候 他又跟剛剛試的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戲 可惡 你是不是故意在整他 對啊 可是我相信這是為什麼他得意 因為他這樣子很自然 非常自然的 我不會一直記著說 欸我這個表情一定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些人就會 一號二號三號就有standard的 可是我就是那種比較好玩的 就跟著自己的感覺走的一種演員這樣子 這樣會感覺壓力很大 就是比如說Ray玩的時候 欸怎麼突然間不一樣 壓力還好 但是會有點情緒 就會覺得說 你不知道女明星很早就起來化妝了嗎 你現在整晚還要再多來一次嗎 然後就覺得 好那現在到底是哪一個 就是他就一直在測試 然後想說那你會試一下先測試好了 然後我們真的錄的時候就不要這樣子 可是他每一次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很好的工作 感覺有學 就是有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他出不一樣的話 真的很棒欸 因為他就是非常的機 就是靈機非常的快 所以是跟影帝合作也是收穫非常良多的 對 而且我覺得很難的是他也是雙子座 然後你會覺得 我們男生女生對戲 男主角女生對戲就好 但是他就是有很多的那種多重人格 就讓你覺得說欸 雙子座兩個人突然現在是另外一個人 突然現在是A出來 然後我想說那可惡 那我要換另外一個人 對 對 一直在交戰 然後剛剛你看 我們現在網友馬上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請問琳達什麼時候開場了什麼什麼 這個 沒關係我們今天先開放問那個電影這個問題好不好 就是要開場 我們等一下最後面再回答網友這些問題好不好 然後說 哇最佳拍檔最佳組合 雙子男女 雙子男女最佳組合 哇家健好帥 我們都知道他們非常的帥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回過頭 影帝 影帝什麼 神後 神後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他Gamer嗎 Gamer 神後 這是很厲害 那我們要不要回過頭來談談這個 在你好謝謝裡面 這部戲裡面兩個人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什麼 就是對戲嗎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最難忘的一個 那我自己覺得最難忘的就是自殘的部分 自殘的部分 因為我很多自殘的就是要裸身然後再 裸身欸 浴室裡面垂牆 那種叫得很濕烈的叫 然後還有就是肯吃的那個 SPAGOLY 一直吃吃吃吃到然後暈倒 掉在地上然後整 我第二天這邊就是 屁股 屁股 這邊這邊 屁股 屁股 聽說那部戲非常的感人 就是那一幕非常的感人 就是你吃吃然後突然這樣 從椅子上疊下去 對 所以現場的人都覺得 哇 實在是 太厲害了 他就很敢拿 然後整個這樣摔下去 而且今天在PTV 大家就會看到他剛剛說的裸身的畫面 嗯 其實當初拍的時候也是清場嘛對不對 有清場嗎 有 他脫了 就只有攝影師在啊 那我就脫了 天啊 那Linda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在裡面是什麼 就是他拍完裸身的第二天我們有對戲 我想說他怎麼了 然後皮膚就很 很重 因為他淋了一整天的水 你知道皮膚泡在水裡面很久會這樣 泡泡的 然後我就想 他怎麼了 今天彷彿泡過胡馬的一樣 胡馬的感覺這樣 然後才知道 喔原來他前一天是說過這樣的災難 喔說過這樣的災難 OKOK可以理解可以理 然後我們就繼續演下去 所以真的是花很多時間用精神 然後以及肉體換來最唯美的畫面 喔 所以我們待會9點24分 馬一定要收看這一部 你好謝謝好不好 然後聽說在裡面啊 因為好像拍這部戲 其實沒有花很長的時間在拍攝 所以聽說換了非常多衣服對不對 對 聽說換了非常多衣服 我大概 我大概有20 20吧 20套衣服 對 因為在 可是沒有全部都用到啦 對 因為我們要交代給觀眾看的就是說 欸我們其實已經換了很多天了 認識很多天這樣子 聽說那個Linda在拍一個 欸第一天看到她 第二天看到她 第三天看到她 表情都不一樣 對每一 連衣服都要換掉 連衣服都要換掉 然後衣服已經交代給觀眾說 不知道這是不同天 但是我的情緒 也還是要馬上轉換啊 可能 認識她的第五天 跟認識她的兩個月後是不一樣的 然後 結果馬上說好 換衣服 然後那個攝影機就在等我 然後她說好 你現在是認識了第五十天喔 我說好 讓我想一下這第五十天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她就要走進來 然後再欸感覺 然後就很好玩 因為其實你是進行咖啡廳 你要這麼濃縮的 對 每天這樣子表達你對這個人的愛意 因為裡面其實不是看到一般的客人而已 就是欸 漸漸的每天對這個男生 每天都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要表現出來那種感覺 對 其實有點困難對 表示我們的琳達演技非常的好啊 可以把這詮釋的淋漓盡止 那剛剛都是講 我們各自的 覺得最深刻的一場戲啊 有沒有兩個人對戲 有沒有什麼NG 會比較好笑的 比較好笑的地方 比較好笑啊 倒沒有啊 哪沒有 我不知道 琳達要爆料了 一定不客氣啦 有沒有 其實大家都知道演員就除了演得好之外 台詞也很重要 那我都會看好 然後自己用自己邏輯在表達 謝嘉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皮革幫的PTV的朋友們 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中文不是太好 所以呢 在演的時候他有些時候會有吃螺絲 是我常吃螺絲 因為我就 感覺很不順吧 現在又吃了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要講一些 比較深情的台詞 然後可能一講出來會變很好笑 是不是 沒有 明明就是我都在介紹菜單 有加什麼什麼 可送 有什麼什麼什麼 裡面還加了什麼什麼 因為他其實只要就是 嗯 他是靜靜文青 然後在拍東西 然後就 然後他就是 我想說你只有五個字 我這邊明明有二十個字 為什麼你五個字還給我吃螺絲 但是他就是那種 情緒 大於技巧的演員 對 我們再來回答一些 玩家說 就算記憶消失 愛情一定會留下 你們覺得呢 就算記憶消失 愛情一定會留下 你覺得呢 謝嘉健 這個東西 感覺喔 感覺應該會有一點點 事成 就是事成遇過的那種感覺 你有遇過嗎 就算記 我沒有思議過啊 哈哈 我還沒有思議 所以 還不知道 我相信那種感覺 會流長下來的 嗯 我有朋友他失戀 然後 可能跟這男生 常常去同一家店 嗯 然後因為 跟他分手之後 就不再去那家店 然後朋友再叫他去 我們去那邊吃龍蝦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他覺得是 悲慘的回憶 但是我的朋友就回他回的很好 就說 那你的舊的回憶不好 我們就要再去那家店 用新的記憶把它乾掉啊 這非常的好 然後就覺得說 哇 很有道理耶 對很有道理啊 就很多女生會這樣 迴避 譬如說慘痛經驗的地方 嗯 對不對 等於是說勇敢的去跨出這一步 誒我其實以後到這邊 我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嗯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忘記了 他還是存在 可是你感覺是自己拿捏 對 然後再繼續回答 網友回答 誒你們 對彼此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在合作第一次見面 是不是 第一次的印象是什麼 我就是浮馬鈴 哈哈 我是覺得 Linda第一個印象給我 就是他非常特別的一個女生 多特別 就是他很祝福啊 對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那種 IoI的 對 然後他頭髮是這樣子的 什麼意思 舒暢 舒起來的 哇這女生好酷喔 對啊 他有感覺 就像是外表 是喔他皮膚 跟 第二個就覺得 這男生是有內容的 是有內容的 就是他不是 喔就是帥哥 但是帥哥又有思想 嗯 這個組合還蠻難的 嗯 然後就覺得喔這個 這男生是有料的 難怪還得雙料 只是每次都吃螺絲 我最喜歡吃螺絲 對 雙料 影帝這樣 那Linda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是一個早餐店的老闆娘嘛 對不對 那其實你私底下 會自己下廚嗎 會 但是 你為什麼拿手菜啊 我拿手的 都是 比較適合我的胃的 好啦我可以講 我喜歡煮那個 嗯 Spaghetti 就是他剛剛講的 就是義大利肉醬麵 然後 嗯 前陣子 有去 做了一個嘗試 就是在做那個什麼 義大利肉醬麵的時候 其實要放洋蔥 嗯 那有人跟我講說 洋蔥呢 你在切的時候 不是會刺眼嗎 會流人類 你在切洋蔥的時候呢 就咬口香糖 嗯 就不會流人類了 蛤 結果 有嗎 沒有我會騙啊 所以 是咬口香糖更那個嗎 更 就這個根本就是 傳言 就是留言 所以 這是個留言就對了 對 所以我後來就講說 好沒關係 我在挑戰下一個料理之前 要先看一下我的食材是什麼 食材是什麼 對 先不要選洋蔥 或者是聽信那種坊間留言 嗯 對 那佳姐呢 在裡面有一個攝影師 你平常會有攝影的這個習慣嗎 有每天都攝影 真的嗎 自拍喔 所以你是算自拍達人喔 自拍達人 對 我每一天都會自拍 自拍 然後我就PO給我的粉絲這樣子 哦 這也是 也對粉絲有福 你看喜歡自拍的人 就拍一拍 然後每天網友都有新的照片可以看 對 超市自戀 所以你也會拍那個 有 六塊肌的 胸肌的那種嗎 就是可能有錄到一點點 這樣子 不會拍到那個點 不會拍到點 就對了 喔 了解 然後 琳達在演這部微電影 有沒有什麼新的體驗嗎 拍這個電影跟 一般的比如說像等待飛魚的這種 感覺什麼不太一樣嗎 其實 演電影啊 比如說佳姐也是 就是微電影 它的長度 大家之後在皮克幫今天是首播 就會感受到 其實這個時間長度是剛剛好的 剛剛好 比如有些人看電影兩個小時 就是喔 屁股都做痛了 然後或者是MV 哎呀看不過癮 所以呢 為什麼會有這微電影的這一波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那個 時間跟耐性跟劇情的交代 就是剛剛好 很適合現在 大家欣賞那個戲劇的 戲劇的 因為其實你用手機其實也可以看 比如說很多人在等公車啊 或坐捷運的時候 只要你可以上網 其實都可以看這部電影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趕快再呼籲一下 9點24分 不論你身在何處 你只要手機可以上網 或是你旁邊有工具可以上網的話 就一定要上來PTV看這個 你好謝謝 然後 對 大家都想吃我做菜 你還確定嗎 唯電影 只有在網路上看嗎 對 只有在9點24分在PTV 一定可以看得到 你好謝謝 好不好 那Tosho為什麼是9點24 9點24分啊 為什麼知道是9點24分 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 你不要說一下呢 我們一定會覺得怎麼會是這個時間 為什麼9點24分 是因為它是皮克幫的生日 剛剛是9月24號 所以我們定位 每天晚上9點24分 最後有新的東西可以收看 耶 然後 你要問說Linda有拍其他電影的計畫嗎 有 其實我之前在馬來西亞有拍了那個 還好現在農曆已經過了可以講了 就是有拍比較另類的鬼片 然後現在跟家見是比較偉 對 比較偉美的 撞鬼 對 撞鬼 那要有一大 就是 難事 然後現在就是因為他 他來這邊 你看我去馬來現在撞鬼 你就來這邊 謝謝你好 謝謝你好